即使政府公布所谓第一批的ECFA早收清单 不过民众的疑虑并没有解除 游行队伍里呢 有不少是全家总动员 来表达对签订ECFA之后 黑心商品祸害下一盖的担忧 还有传统产业业者呢 也特别北上抗议 因为他们很害怕要官场倒闭 至于上班族更担心 以后没有投入 绑布条呼口号 阿公阿嬤带着小孙女 一块来参加反ECFA大游行 还有推硬核车手牵手的全家大桥总动员 就是来表达对ECFA的忧心 他签的ECFA本来就是说在宜中市场 签下去的对不对 马英九会把台湾卖到那个大陆去 叫马英九下牌 来向马政府呛吓的别忘了 还有这群中南部相亲 已经有些损迹不痛的反应中大队 当中来了不少传统产业业者 他们担心ECFA签了以后 两岸会变成益中市场 乡长带领下屏东加冬厢乡 乡民特地北上加入队伍 因为担心以后盛产的农余产品 会卖不出去 没有顾到我们我们相亲的那个问题 这位高分费力挺MIT反ECFA的先生 则是来自云宁的毛巾业者 研商班族也放弃 周末假期高举自治抗欲标语 来宣泄心中的不满 面对更多的竞争 然后那边学历也有造假的问题 在加上他们一定要求 比我们的薪水还低 那相较之下我们就只能变成二线循环 我们要降低身价 现在EVA是黄金十年还是 已经写了黄金十年 剩进是十年 从白领到蓝领 从大人到小孩 民众挺着大太阳上街头 要把一波波反ECFA的声浪 让政府听见 明日新闻云云地的全豪台北报道